这个男人是史上最强最残忍的暴虐魔王 他消灭人都要毁灭今年 就年天到众神都尽数斩于见下 即使转世之后也能一个月长大成 他的名字就是阿洛斯 今年是愿魔王转世复活 今年所有流藏魔王血脉的年轻一代都有可能是魔王转世 这天作为平民的阿洛斯来到学院报道 因为有父母陪同而被贵族白毛兰嘲笑 被阿洛斯以魔力太少为有无视掉 白毛兰生气如果不道歉的话 就用神断能燃烧待机的暗火对付里 甚至威胁就你身边的米萨一起烧成灰 阿洛斯一口气就吹熄了暗火 还比是一个火柴还好意思嚣张 随口用了眼泥式就让白毛定住不动 说到你就在这里好好反省吧 这边报道已经说到入学测试需要新生互相决斗 年车无上通过视性检查后便可正式入学 人间路者阿洛斯的对手就是白毛兰 白毛兰得意在这里看你怎么逃走 阿洛斯淡定无处可逃到你更加可怜 白毛兰威胁我要把你揍的爹妈都不认识 原来此时他生存的每一任何魔法的战斗盔甲 白毛兰掏出魔剑说道 这可是加入神话时代传下来的魔剑 有了掏我的魔力将增强十几倍 阿洛斯无语就这 一身一时依旧只是事而已 只用了一口气就吹灭了火焰 当场揭发你使用的只不过是烟瓶 更不应该就是把我和你放在同一水平 阿洛斯开始装兵 从现在开始我不会施展任何攻击 语言和呼吸你也不会加入任何魔法 眼睛都不眨一下就能把你打倒 白毛兰以为阿洛斯是因为脱不了盔甲才找的借口 话没说完就蹊跷流血 阿洛斯只靠心跳震动就干掉的白毛兰生活不能自立 白毛兰男主要走的阿洛斯说道 有本事就让我说出弃权啊 你这个只能用魔法控制别人的人渣 阿洛斯来了兴趣既然如此 不使用魔法让你投降就是我的胜利 如果做不到的话我就认输 定下十月之后白毛兰说道 你上单我肯定不会投降 阿洛斯一个弹子就把白毛兰打成虚物 这样一来自己不就输了吗 于是使用复活魔法复活了白毛兰 见白毛兰嘴银又打了一个响指 白毛兰季季又复活 只要根源不灭就不会真正的死去 你不说七圈只是会觉得一生只会死一次吗 这些反复多次重复死而复生 可是复活怪的真的是同一个人吗 还是只是用相同长相记忆的其他人呢 白毛兰心态崩溃只好认输投降 接着就是魔力测试 别人都是一百左右 米下却有上万的魔力值 伦达勒斯测试剑只有一个0 随后魔水晶直接碎裂 因为阿罗斯的魔力太大 水晶忍不下坏掉了 晚上为了清楚合格 阿罗斯邀请米下回家做客 接着使出失串的传送帽 瞬间回到家中 慢慢激动出生一个月就能考上学院 不说还成功带回女朋友上门 父亲也开心 不会是我儿子干的真不错 晚上阿罗斯送米下回家的路上遇到了附近 对方瞬间创作一堆建筑将两人困在里面 从外面走进一个长饭 收到我弟的沉蒙 乖叫白毛肖长 你就算有点本事 或者终究是赢不了皇族 可战斗还没有开始 对面就自己出现了 那后长毛就是白毛一年说的 家族不需要你这种丢进脸面的吃屋 今天你们都得死在这里 继承魔王这里的纯血统 怎么可能被砸碎 误入之后视而不见 阿罗斯普现所有魔王就是用力量碾压事件的一切 和血统有个鸡儿的关系 我教训自己的后人与你们何干 长毛表示对魔王不尽罪该万损 今天就老实交代在这里吧 长毛众人施战的魔法认词全部报道 阿罗斯解释魔力和身体的根源产生 一旦攻击强带的对手就会放走 长发剑状说的皇族觉得不肯输给魂血 就让你见识一下只有皇族才会的尊重 好好体会我们之间的差距吧 说到攻击的阿罗斯什么事都没有 说到里头与你有圆圆两千年前 试识能存在让你进来的力量 虽然魔法是无法的起源本身造成影响的 看在你祖上性命使出这个魔法 才发现给你一个机会 虽然用魔法把白毛变成了僵尸 刚才比你弱的白毛现在变得比你更强 只要你能认可他就可以一起联手对付我 长发不信一句变成僵尸活下去 杀了他才会显得更加仁慈吧 在僵尸不像长毛的时候 长毛终于回家去和白毛一起的瞬间 于是大声喊起了白毛的名字 然后两个人就一醒然然了 在剑状崩塌之前阿罗斯再次选魔法复活二人之后 说到看到我的同胞本两千年来弱小了不少 等你们变强之后欢迎来挑战 长毛未到你到底是何方神圣 我是毛桑喜欢喜欢 注意一下我们下期再见拜拜